为了遏止非法机上河的侵权行为 刑事局最近执行竞评专案扫荡安博 EV和风潮畅等非法机上河 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旧台网络伺服器主机 估计侵权价值与新台币10亿元 不过尽管政府扫荡非法机上河不遗余力 但侵权的行为却是有增无减 对此玄冬大学广电系主任陈伟之则是分析 民众事不关己的心态 是造成业者有私无恐的最大主因 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多媒体的时代 我们很容易的透过手机 做上行电脑 或者行动的一些装饰 接收在这个印底上面所承载的影视 或者说知识等等内容 很多使用人或消费者 在使用这些历变之事 他们会觉得 我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我只是透过很方便的传输系统 就接收了这些资讯 但实际上 业者因为非法的机上河 或者其他的一些软体 被盗用以后 造成他们的投资 包括智慧财产的损失 其实都是非常严重 这是不利于硬体之外 软体或者知识长期的发展 根据陈伟之分析 想要遏制违法及上河的危害 还是必须从民众的自身意识开始做起 如果大家都能够理解 并且舍弃贪消便宜的心理 那违法业者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那我们因为消费者或者使用者 没有一个类似的这个所谓尊重财产权 或者尊重这个影视创作者权益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让这些业者没有办法再持续的进一步 创造或者发明更好的一些内容 让我们来享用 因此我们社会大众 特别是使用者 应该一开始要建立一个概念 我们要合法的使用 然后去压制那些非法盗用的这些业者 所提供的相关的服务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软体业者 能够有好的环境 继续持续努力 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不然这样下去 影视业者只会越来越不敢投资 影视相关产业也只能持续的萎缩 最后受害的还是广大的消费者 凯布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